Bongiorno 好了 來到南爾的第三天 現在是早上大概10點 在Seleno這裡我們就吃那塊的早餐 然後去租電單車朋友說帶我遊走海邊城市 我想說昨晚住這間Airbnb真是搞不定 因為熱到下午 昨晚已經是33度 去到晚上氣溫沒有降低 重點是家屋是不會有冷氣的 非常正常 但他們是連風扇都沒有 是風扇都沒有 我是熱到蒸發了8個小時 然後今早是喝了一升水很厲害 奇怪 為何他們沒有風扇 沒甚麼的 在這間今晚沒有 但整體都是乾淨的 Anyway 我不會特別推薦這間給大家住 幸好我也是住兩晚 今晚再乾淨一晚應該就OK了 好 去今天的行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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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譽為全球最美自駕遊路線之一的阿瑪爾菲海岸 由屬於東面的Seleno 去到南籍的海岸線 一路去到Soranto 整個海岸公路全程大約50多公里 由於阿瑪爾菲海岸位於崎嶇的山形 但連貫著不同城鎮的獨特和多樣性 帶給人風景餘畫的感官 所以1997年就被聯合國教訓民組織 列為世界遺產 亦曾經入選過美國國家地理就志 評為一生中必須去的50個美麗地方之一 好美啊 而整個海岸線都只有一條沿著懸崖的主要公路 絕對是貝沙面海九曲十三彎 雖然山形斗兆 但無了它成為熱門的旅遊勝地 而我今次就有朋友拿著綿羊仔自駕遊 所以出入就方便 如果大家都想遊走這個阿瑪爾菲海岸 可以乘搭巴士在不同城鎮遊走 如果去到夏天 4月至10月的時候也可以搭船 詳情就在奈文給大家參考 經歷了一個多小時的綿羊仔 走這個山路之後 我有點中暑 我不知道是太浪 有不夠水 還是因為戴著頭盔覺得很熱 臨到之前我只睡著了 我們現在下車可以走 哇好美啊 就是這個阿瑪爾菲 這邊很出名的一個海邊城市 剛才我們經過另一個地方 我覺得很美 然後我朋友說 這裡更美 我們應該會找餐廳吃了東西 吃完東西就在這個坑裡走一走 如果要追上阿瑪爾菲海岸的歷史 在沿岸地區曾經有下古法國的證據 原來在舊石器時代 這個海岸線已經有人類居住 就對了 展展轉轉 由古羅馬時代去到後來公園四世紀 北面意大利由居民遷移到這一帶 再去到後來的公園八世紀 阿瑪爾菲成立 成為意大利第一個海上共和國 後來亦與威尼斯、熱那亞齊名成為 意大利三大重要的海上貿易中心 只可惜 後來去到大約十三世紀 這裡曾經發生過地震和瘟疫 人口和財富迅速遞減 自此只可以做一些簡單的農業和漁木生意 不過也因為這裡這麼漂亮的天然海岸風景 所以直到今時今日都成為熱門的旅遊勝地 背景就先回到這裡 立即和大家分享一間我很推薦的餐廳 我以為這個地方適合阿瑪爾菲 所以價錢是很貴的 但如果真的很好吃的話 我會覺得價錢是很好吃 如果不好吃就很好吃 剛才說起 我會問問這個Chatoria 究竟是甚麼 這個Chatoria 感覺上是小款經營 或者是家族經營的一個餐廳 小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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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叫做Chatoria 你覺得Worstory是比較正好 有規定一點 只是給大家分享 這個就是很美的Packer 有黑松霸的 試給大家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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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中間這裡是包了Burata Cheese 上面是一個Truffle 還有一個Italian Semi Dry Tomato 我猜是 它這個Combination很好吃 很高質 很美味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Packery 然後它裡面的芝士 再加上它的番茄 已經是很平衡 但它這個上面的Truffle 它不會很搶味 你看到這麼大片 可能會覺得很Dominant 但它不是它的中間Balance很好 整個配搭不會高級 很黏熱的味道 很好吃 很好吃 但是很明顯 因為它有一個很厚的芝士 所以吃四塊一定是會飽的 就好像這個Obio的 當然它不是說的 它那種的一定會令人的飽 所以我先試下一個 看起來很美味 很刺激 很刺激 下一個就是這個Lincranes Ripshot Fish 就是有魚 還有Bacon 跟著好像白汁一樣 但它會有一些Touch of the Lemon 我試給大家看看這個 好美味 我第一口就是吃了那個耳粉 我覺得都OK 正常都不太特別 但是因為它是用了那個耳 還有那個煙肉大了 然後突然整個聲韌 所以是不可以直接吃那個耳 是要連著響 很好的 它沒有剛才那個那麼長的 因為始終還沒有蕃茄 再加黑松魚肉 一定是出一點 但是它這個呢 是淡淡的 然後有些很新鮮的魚香 真的很出口 小弟 我終於可以試這個Lemon Sauvé Bye Bye 主要和飾是用皮做的 裡面這個就是餡料做的 很大的 這個大概要10歐左右 來這裡南部的意大利 是不可能不吃這個Lemon Sauvé 很新鮮的味道 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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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新鮮的感覺很鮮 沒有人工的感覺 我喜歡這個 我比較喜歡皮 多一點 好酸 又酸又甜 又冷 嗯 好厲害 大家吃的時候就要小心一點 好涼潤 如果你問我這間 是不是最好吃的 其實我不認識的 不過純粹是 吃完飯 轉了下來 看到這間多人排隊 應該都可以吧 我覺得很好吃 是很好吃 因為我喜歡黃色的 是很鮮甜 我是很怕吃很甜的 但是這個Lemon Sauvé 是很清新的感覺 所以都挺好吃 我想在這裡的 Sauvé應該都不會很差 但價錢上 我覺得在Amazon這裡 是相對物價比較貴 大家就可以留意做個參考 之前也說過 南部意大利這裡 最出名的 盛產的就是檸檬 所以如果大家 在這個大街買東西 大部分都離不開 和檸檬有關的產品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的手信推給大家 反而好好感受 當地的氣氛和陽光 就是送給自己最好的禮物 離開阿馬爾非 趁著日落之前 我們再趕去另一個熱門 被譽為最美的地中海城鎮 Porsiano 說明 阿馬爾非海岸 每一個城鎮都有自己的獨特性 但去過Porsiano的人都會覺得 Porsiano真是最美的地方 無論哪個角度看 它都美得像名唱片一樣 立即和大家去看看吧 差不多一個小時的綿羊仔 終於來到這個 第一個很出名的海邊城市 Porsiano 大過阿馬爾非很多 我感覺上 還有在這裡很忙 阿馬爾非也很忙 這裡有很多人 現在這條街是塞了油 真的很美 現在天氣沒那麼熱 我們決定下海浸一下 因為我好像不會不打工 我是不會游泳的 但是我會做一些和海邊有關的活動 游船海外未必會 但是我去玩過獨木舟 我去香港玩過獨木舟 我覺得很好玩 這麼難得來到 和這個地中海有些連結 先看看 哇 這麼大浪 下不下海好呢 搞得不行 浪那麼大 是真的不敢下海浸腳 碰也不敢碰 都是安全為上 和海可能還沒有完 但是我帶一件泳衣過來 我穿 回到倫敦就穿不了了 但無論如何 在安全 雖然不可以圓圓地下海 但也可以去逛逛街 我自己都覺得 這裡的景色和環境 真的比阿馬爾非城鎮更勝一籌 某些小店賣的商品 也比較有高級感 如果下次再來 我都會用多點時間在這裡 探索多幾間小店 因為我真的很享受 在這些環境小巷 左穿右插探索的感覺 至於餐廳 我們只敢用Google找 其實這裡的餐廳 都是做遊客生意 不過我剛好看到這間 也有四顆星 那就試試吧 誰都知道 都真的中伏 又或者下午那間 在阿馬爾非的餐廳 實在太高質了 所以很大對比 我就不浪費大家的資源介紹 我們直接回程回Seleno 有點失望 在回程的時候 朋友仔特意在中途 這間營業到午夜的餐廳 帶我吃這裡 很有名的蛋糕做宵夜 在我做這個分享之前 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一下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鈴鐺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讚、留言和分享 好了 跟大家分享 我吃了什麼蛋糕 這麼有名 這個我朋友很堅持過來吃 這個叫做Delicia al Limone 大概是這樣喝 說到它很厲害 因為這間餐廳很出名 它有一段長時間 沒有再出 但到了第二代的接班人去做的時候 他們就再出 就是這間餐廳的粉色甜品 好 像mousse一樣 像mousse一樣 我來試給大家看 Bon Appetit 走 很簡單的檸檬蛋糕 它不是mousse一樣 是creaming的 如果裡面這個是海麵蛋糕 也是有檸檬味 很簡單 但是很清新 你不會覺得很膩 好吃 不是好吃的 我覺得這個 我會吃掉整個 它是新鮮 很簡單 但做得很困難 很困難 完了 今天真的要回來了 很晚了 已經過了飯 差不多12點 明天就飢餐麟蛋糕 好 應該不會有其他家賊的食物 OK 待會 明天見 美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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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哇